社团法人台湾職業技能教育培訓協會 日前於中心新村內辦理手作烘焙 及眷村點心培訓班 不但聘請專業的老師來教導 更吸引年輕的民眾前來學習 那這次由勞動部勞動力發援署 莊張投分署 委託本協會 台湾職業技能教育培訓協會 承辦這次手作烘焙 及眷村點心培訓班 那我們這次的課程目的呢 主要是希望可以培訓我們的 攝帶業民眾能夠習得烘焙的一技之長 那在中心新村這個眷村開班呢 我們也特別強調了眷村點心的製作 那我們希望說學員結訓之後 能夠習得一技之長 來參加的學生指出 課程相當豐富多元 老師也相當的專業 藉由參加這樣的課程 更能夠學習一技之長 甚至開創世界第二春 當然是對烘焙跟真的說 眷村點心非常的有興趣 也其實想說在如果可以的話就是 就可以在做就業的方面 台灣小吃很豐盛 就是從南到北什麼口味都有 因為我覺得因為我對就是這個烘焙很感興趣 然後呢正好協會又有這個這個怎麼說就是這個培訓 然後呢給了我們這個機會嘛 然後有老師也很好課程安排的也很好 所以說就很興趣很大就來這邊學習 仙怡人奈焉雪指出透過參加培訓課程不但能夠學習一技之長 若有機會也能夠利用這項專長來開創自己的事業 今天看到我們光明年舉辦 像我們的手工點心的一個職訓培記 讓我們的長輩呢參與的相當的多 那馬雜阿公光復時期很多的我們的眷村的長輩在這邊居住 那麼可以透過今天這個技藝的平台 讓他們有感覺回到家鄉的感覺 尤其是眷村最厲害的就是我們面食類 北方的面食像我們的麵包啦 我們的饅頭啦 我們的手工類的這些點心他們都非常的拿手 今天透過這個技藝的平台的訓練呢 除了讓我們能夠得到這樣子的專業技能 未來能夠在社區裡面 或是在我們的場域裡面能夠做一個提升 同時也是一技之長的一個謀生能力 透過參加這樣的課程不但能夠學習烘焙相關技術 對於學員來說更能夠培養自己的第二專長 仙怡人奈焉雪肯定主辦單為了用心 以期盼未來要繼續辦理造福民眾 記者邱平一南投採訪報導